台湾口罩大缺货 政府紧急地宣布 口罩贩售采食名制 一个星期 每个人限购两片 我剩下来的五天 该怎么办 我们找来了专业的医师 传授口罩的复活 再利用的方法 医生指出 一般的医疗口罩 只要充分地干燥 72小时 病毒就会死亡 但究竟有哪一些方式 可以达到 重复利用的效果呢 但如果是不口罩 还得要增加几个步骤 才能重复地使用 又有哪一些呢 透过镜头 实际的操作 让大家了解 而此外呢 除了口罩 在生活上 有几个地方 要小心注意 因为在大陆广州 有一名确诊的病患家中的 门把上 就验出了 有武汉新型冠状病毒 专家就提醒了 日常接触的门把 手机的荧幕 还有电梯的按钮等等 都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病毒温床 勤洗手彻底的消毒 才不会造成防疫的漏洞 每天进出家门 或者是办公室 我们一定会接触到的 这个门把 其实你根本不知道 这上面到底隐藏了 多少的细菌 比如说门把手啊 水龙头啊 家里有电脑啊 我们也在一个病家的 家门口的这个防盗门 门把手上 我们也才要 解除了这个病毒 大陆广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首度证实新型的冠状病毒 能够在动物体外环境存活 而且会蓄留在生活当中 要吃到饱餐厅夹菜 捷御你抓着把手 逛百货公司 这些公共场合的接触 你提高警觉了吗 像我这样在电脑桌前办公室上班族 每天都会做的事情 然而我们接触了键盘之后 如果直接拿起饼干 像这样撕开包装 右手触碰 小心把键盘上面的病毒 统统都吃下肚 每天都会接触的手机萤幕 如果没有消毒 小心而成为病毒的温床 上班或是出门 一定会使用到的电梯 可别人以为 这电梯里面没有人 你就可以不戴口罩吗 因为专家学者说 其实电梯里 才是病毒最多的第一名 案件的使用接触 或者是我们在电梯里面的手把 都有可能会造成一个 当你在接触的过程之中 造成一个间接接触的 一个感染源来源 为了避免手部直接接触 大陆就有网友是独发奇想 用打火机来按电梯的按钮 但这样正确吗 用打火机的这头去用电梯 按完了以后 你可以前火做一个消毒 然后又可以继续放回口袋 再使用了 高温火烧的确会达到消毒的作用 但是专家说千万不要学 如果在电梯里面使用打火机的话 有可能引起这个燃烧 还有网友是自发性的 在电梯里放置了一包卫生纸 写上请自行取用 真是暖心举动 引起海贴用后 拿起来使用 每张健保卡可以用十元购买两片口罩 七天内不得重复购买 政府紧急宣布口罩购买实名制 每人七天内限购两片 还需要携带健保卡到特约的右局 才能够等纸购买 因为我们每天要上班啊 做那个大众交通 那两片用完就不用戴吗 口罩不是要换吗 就不要出门 买不到 一个礼拜有七天 但只有两片口罩 那么剩下的五天该怎么办 普通老百姓生活所需要的口罩 跟医学中心有不同 如果一般出去买个菜回来 那口罩就算超过八个小时 不要丢掉衣服 陈维保医师2003年在SARS期间 在台南开业 曾经靠着三个口罩 循环使用看门诊一个月 他传授口罩的复活术 一个要防抵的发霉 一个要干净上面沾到的口罩 第三个是清除可能接触到的病毒 既然一般人担心杀菌 这个是不需要的 因为新的口罩也没有杀菌的 只要充分的干燥 连续达到72小时 所有病毒都在死光光 有紫外线用紫外线 没有的话充分的干燥 然后单独存放 若没有医学用的紫外线灯 医生说其实民众一般家里 烘碗机里头的紫外线灯也可以 这个碗筷拿出来啊 取出烘碗机内的碗筷 再平放口罩 用紫外线灯照半个小时 翻过面再照半小时 达到充分干燥 拿个信封把它套起来 洗好日期 隔三天用 这个是非常可抗安全 对于民众绝对 绰绰有余 医生指出没有烘碗机 其实用吹风机同样也可以达到干燥的效果 但是小心别直接接触口罩的布面 因为高温会破坏了台池 而网路上流传了许多口罩凤活的天方 医生第一来拆解 那不行 完全不行 因为酒精的喷雾 无法涵盖每一个地方 你看起来很密 但事实上中间的空隙很大 真正要用的话 你要整个口罩浸到酒精当中 它才能接触 但这样一来 完全破坏它的防水层 回锅只能加热水分子 而且口罩内含有金属条 所以并不适合 台湾劳动及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 就曾经发布 烘烤箱干热消毒 摄氏70度以上 持续30分钟 可以达到消毒的作用 但这个做法却被医生打脸 因为持续的高温 恐怕会有燃烧的危险 在安全的考量之下 并不建议大家这么做 注意口罩千万不能用水蒸的方式消毒 因为口罩的吸水材质 会因为大量湿气而糊掉 失去了过滤的效果 我们要戴这种外科口罩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都是像我们进到医疗院所 或者人群比较密集的 这个封闭的空间 一时提醒 只是在住家附近或空旷的户外 其实可以不必佩戴口罩 呼吁民众将口罩留给真正需要的 医护人员和病患 除了口罩大缺 酒精也是一瓶难求 有人突发奇想 竟然想用58度的高粱酒来代替 一个是药用的酒精 一个是食用的酒精 基本上还是有一些些不一样 它只是酒精浓度的问题 高粱酒无法取代药用酒精 但是医生建议可以使用市面上的 次氯酸抗菌液 同样也有消毒抗菌的效果 其实民众回到家里 第一件事我们也是建议洗手洗脸 把这些曝露的地方能尽量减少 因为说实在我们也都不知道 你平常接触的这些人 他到底有没有带缘有没有感染 防疫大作战回归基本 还是要提醒民众们勤洗手 阻断病菌才不会造成防疫漏洞